好我们来讨论一下这个5.3的练习 这个重力的题目 好像各位的分数不是很高 我们来看一下那个题目了 一只一岁的小狗 这个题目好像 我copy and paste的时候 可能有点跑掉 他要讲的应该是下列的物体中 大约重量为3个牛顿的是 这个题目好像奇怪 他的物体是 一只一岁的狗是一个选项 然后一个小学生 一个铅笔 然后半瓶的矿泉水 那你就要想一下3个牛顿 大概是多少gram 因为我们比较习惯用KG 用KG 用gram的这个单位 你要想一下 一岁的狗 我没有养过狗 不过我个人觉得狗 应该一出世都差不多 两个KG左右 很像人的BB 也是一出世都差不多 有三个KG了 所以狗应该不会说 三个牛顿是什么概念 三个牛顿呢 大概是0.3KG 0.3KG 所以这一个的话呢 好像不太可能吧 就小狗应该至少都有一KG左右 小学生 小学生更夸张吧 应该是10个KG 20个KG 不等的 然后一支铅笔 一支铅笔 有点太轻了一点吧 应该不会去到300gram 0.3KG 至于这个半瓶的矿泉水 怎么说呢 我们矿泉水 Brian做了 看不到的 我还是五个人教而已 你再去看一下吧 还是我这边 等一下我再refresh一下 OK 矿泉水的话呢 一瓶就大概是500ml 如果我们假设大概是 600ml的瓶子的话 600ml的话 它差不多是有600gram 所以如果一整支是600gram 我一半的话呢 就大概有300gram左右 所以最恰当 最靠近的 其实是这一个 半瓶泉水 所以为什么这种提醒呢 是要你可以给你感受到说 那个牛顿的大小 大概是有多少 所以这种情形 这种类的题目 其实很多学生 反而更加不会回答 因为你要对这个 单位有感受 像100gram的话呢 它这牛顿的话呢 就可以换0.1 我们换去KG 是0.1KG 再乘以10 就会差不多是一个牛顿 所以100gram的小鸟 大概是有一个牛顿的重量 那支持力的话呢 也应该也是一样的 一个牛顿 好 9.8牛顿 per kg的 这个说法 最正确的是什么意思呢 一个KG等于9.8牛顿 或者是9.8KG 等于一个牛顿 错在哪里 当然第一个肯定错 第二个呢 就 第一个 第一个错 第二个 反正这两个都是错的 为什么呢 首先 KG呢 它是一个质量来的 牛顿的话呢 它是一种力 所以这两者之间呢 它必须要有一个换算的一个机制 那你才可以把质量换算成一个力 所以为什么这个我们物理的老师呢 经常的跟大家讲 你不可以讲说KG等于N牛顿 只是说它在地球上来讲呢 它在换算成一个重量的时候 它会相等 但是呢 我们必须要分清楚 这两个概念是不一样的东西 这样子可以理解 所以第一跟第二呢 我也不用去深究 哪一个才是正确 应该是 第一个比较正确一点 因为KG的单位表达 牛顿KG 应该是第一个 只是说它在这样子的写法里面 就不太正确 你要解释清楚 所以一个KG的东西是9.8牛顿的重力 这个写法才是正确的 为什么这么多人写第三个呢 9.8KG可以等于一个牛顿 KG的单位会比较大一些 就是说那个数目会比较小 单位比较大 数目比较小 大概是这样子的意思 所以你会看到一个KG是9.8牛顿 就是牛顿的会乘以10 会比较大 关于重力下列的说法 错误的是哪一个 重力的方向永远是数指向下的 这个有错吗 那应该没错吧 对 因为我们上下左右来看 都是我们站在地球上 站在一个星球上 然后下面就是 这个可能上下来讲 我们有一个规定了 这个讲法是对的 这个讲法我们是接纳这样子的讲法 永远是数指向下的 重力是由于地球对这个物体的吸引力而产生的 这个也对 地球的表面不同位置 重力往往会不相同 这个讲法也是对的 虽然你没有 虽然这一句话没有讲清楚 说它的表面不同位置是怎样的不同的法 我们详细的来看的话 其实是纬度不一样 还有高度不一样的话 它的重力就会不一样去 所以跟你的位置来讲 当然我上次我记得我出三的 有一位出三的题目 好像有出了一个这样子的一个选项 结果有一个学生就问我 到时候如果这两个东西就在两隔壁 就在两隔壁的话 会不会有不一样 所以可能它如果两隔壁应该好像 如果你的高度没有差别 然后两隔壁很靠近 这个重力可能就会一样了 不过它要表达的不是那个意思 所以可能改是这个选项 我们要再详细的讲一下 重的物体受到重力 轻的物体没有受到重力 这个讲法肯定错 因为轻的话它重力比较小 它还是有重力的 不能讲说重的东西有重力 轻的东西没有重力 你一讲没有重力的话就错了 这样子对这样子可以理解 所以这个四个选项来讲 你要选最错的应该是短期的 再来关于质量和质量和重量 下列说法正确的是哪一个 不同在不同的星球 质量和重量的都会改变 质量不会改变的 你在不同的星球里的质量不改变 只是重量会改变而已 在不同的星球 重量会改变 质量不会改变 这个才是正确的 OK 那无论在任何地方质量都会 质量要换成重量都乘以9.8 其实这个9.8 其实是在地球的一个平均值 所以不是在任何地方是在地球上一般如果你差不远我们都用9.8 但是如果你讲说我今天的情形比较特殊我在非常非常高的高山上 那这个时候呢如果你要精确的来算的话呢可能你就不能用9.8 又或者是你去到了另外星球 这个无论任何地方因为这边出了一句话 无论任何地方 所以如果去到了月球 那这个就差很远了 月球差不多是地球的六分之一 地球的六分之一 OK 所以这个9.8呢只是局限在于这个地球上 而且我们是一个平均值来的 OK可以理解 好 以致我们地球的引力 月球的地形引力为地球的六分之一 这个刚才我提到了 如果一个人的质量是60KG 他重量是600牛顿的话 那他在月球上的质量和重量分别为多少 首先质量不会改变 所以60KG他在月球上也必须要是60KG 至于重量会不会改变 重量会改变 重量会变成重力 重量就会变成地球上的六分之一 地球上是600 他乘以六分之一就会是100了 所以正确的是这个 OK 这个不对了 重量要改变 测量质量需要使用什么仪器 其实测量质量跟重量来讲 你很多学生会更小 那我用一个标准 大概是这个样子 如果你要测量质量的话 你通常是用杠杆原理 什么是杠杆原理 他会有一个有点像翘翘板这样子的东西 然后他会用砝码的 砝码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那个砝码本身呢 我们已经之前测量好了 他是几多KG的 所以如果你要测质量 一般上都一定会要用到砝码 OK 要用到砝码 OK 所以 三感天平来讲 我们之前应该有介绍过这个东西 对不对 在 厨艺上册的第三章 我们介绍过 他有三个砝码 三个砝码在那个 也是杠杆子商店这样子 然后呢 如果你三个砝码 中间那个可能比较重一点 100g的 所以移动一个位置就100g 移动第二个卡位 他就是200 然后以此类推 所以他是有用到砝码了 对不对 那三个砝码 只是说他利用这个长度 长度的变化 让你可以不需要 这么多个砝码 如果你是一个 1比1的一个天平 托盘天平 有另外一个叫托盘天平 托盘天平的话呢 你就要很多组的砝码 你就要很多组的砝码 可以放了100 不够 放200 放300 放400 然后呢 可能你就要换另外一个 这个不够用 可能要加1kg的 所以那个情形的话呢 你会要很多组的 那个砝码 要准备很多个砝码在那边 所以至少9个 可能是如果是100以内的 如果你要做到像这个 山杆天平 如果没有错的话 他应该是600以内 都可以测量到 可能599 所以如果我讲说 如果我要测到599 那我的 我的砝码要多了 我要有5个 5个100 有9个10 还有9个1g 所以托盘天平 你要看啊 我这样子可能准备到 差不多需要有5个加9个加9个砝码 就差不多27个砝码 对不对 但是呢 你看啊 我山杆天平只需要3个 那也多方便 对吧 所以山杆天平呢 其实蛮不错的 那另外呢 另外一个呢 很多学生混淆了 就会跟重量混淆 对吧 重量的话呢 它会是 因为重量是一种力 是一种力 所以你要测重量的话呢 你会需要有弹簧在那边 弹簧 所以你可以看到什么 弹簧的操作原理呢 是跟福克定律有关 所以它是直接的 来讲 它其实是测量一种力 所以有弹簧的 都会是测量重量 而不是质量 包括了你的体重剂 你感受加里站上去呢 它会有那个旋转啊 等等的 它都是有弹簧在内的 OK 所以弹簧 弹簧的都是测量 测量那个 有弹簧的测量重量 有天平的是测量质量 像这个也是一样 测量重量的 哪一个是测量重量 弹簧秤 有弹簧在那边 那个电子秤来讲 比较特殊一点 它的 我们是把电子秤呢 当作是测量质量 然后至于它是怎样的操作呢 会比较复杂一点 有一些 零件在里面 来换算 然后呢 电子秤呢 是测量质量的 所以这个呢 要另外的去记起来 这样子 OK 上杆天平 测缓天平 电子秤 这三个是测量质量的 那这三个弹簧秤 测力剂 还有体重剂 都是测量力的 简单来讲 它是测量力 它就是测量重量的 OK 所以这两题 这个还行 但是这题很多人错了 注意了 哪一个不影响重量 我们刚才有讲到 重量会影响的是 它的纬度不一样 因为我们的地球是 赤道那边住起来 所以它两极是比较 比较靠近地心 那在赤道那边 是比较远离地心 所以赤道一带呢 它的这个地心里 会比较弱一点 然后呢 两极呢 那个 那个居值会比较大 所以变成了 你在两极啊 你的 你的那个 重量会比较大 所以这个纬度 会影响 纬度会影响 但是精度不同 精度是什么呢 精度是打 东跟西来看的 所以如果我们 如果在赤道上 都是在赤道上 一个是在马来西亚 一个去到那个 南美洲那边 它会不会有 不一样的那个重量啊 应该是差不多远的 差不多远 所以这个精度来讲呢 影响不大 影响不大 除非你的有高度 海拔是什么意思 海拔是高度的意思啊 海拔的意思 其实就是从海平面 开始算那个高度 所以海拔不一样呢 也会影响你的重量 还有纬度 也是会 不同的星球 也是会 这三个因素呢 请大家记起来 经常考大家的 只有一位 一位同学作对 非常厉害 超钢题 为什么我叫他超钢题呢 就是操作的范围了 但是这一题来讲呢 其实蛮考大家的思维 虽然刚才我讲说 我的天平类的 都是测量质量的 测量质量什么意思 就是我搬到月球上称 跟在地球上称 我都可以称到它质量 因为我用的是砝码 对 但是请问在无中力状态 有没有办法使用 没有办法 因为你的砝码本身也在飘 所以这个很奇怪 很多人以为说 我用天平 我就可以测量到质量 质量在哪里 都是一样的 所以其实呢 我老实说 这个物体 它在地球上是10kg 它在无中力状态之下 它也必须要是10kg 但是问题是 如果我去用山杆天平测 我测不出来 我的砝码也在飘 所以变成了你会测到0 你会测到0 所以呢 事实上来讲 它应该要是10kg 但是呢 因为在无中力状态 我的山杆天平呢 也是失效了 我的这个砝码也在飘了 所以呢 所以真正来讲呢 我这个山杆天平呢 不能够在 不能够在无中力状态之下呢 使用 可以啊 所以这个 开拓 所以这个呢 你必须要有一种逻辑去想 这个就考大家的逻辑 看起来还不错 四个同学都做对了 OK 这大概呢 是这样子了 这个小姐 是这样子了